中台湾地名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跟农业有关 像是台中跟彰化 都有以耕田的勒陶为名的地方 像是彰化的田中二水 则是跟农田水尊有关 但是也因为中台湾平原广部 良田千亩 早年吸引了各方势力前来开垦 引发了不少的争夺泄斗 也因此有了和美永静等等 寄望和平的地名 而另外也很有趣的是 郑成功军队行至草屯 脱下的草鞋堆积如山 造就了草屯的旧地名草鞋墩 而南投国姓乡也源自于 郑成功这位国姓爷 继续来看地名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中台湾沿海养殖业盛行 鱼虾背乌鱼子成就美食声明 在波光凛凛的海岸地形中 有个适合装大量海鲜的地名 布袋 嘉义布袋原名为布袋嘴 这也是日本来以后 把他那个嘴省略调变成布袋 这个当然就是跟他海湾的地形 是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海湾 有点像布袋嘴 所以以前那个地方也是一个港口 它整个开口是向北 冬天的时候那个北红青青用刀的 所以我们当地的人 改叫做刀红来海 它是一个口小负大的一个形状 那布袋嘴的这一个沙洲 当时还是沙洲 刚好位在跟那个豪美王港 一起来共控这一个内海 战后初期 布袋因两岸贸易及走私频繁 促进当地航运与经济发展 热闹程度被关于小上海美名 随着这些水手 或者是这些商人的往来云集 那就会有很多机能性的设施 比方说像那个当时的酒家 或者是娱乐的场所 或者是那个小吃的部分 就会很蓬勃发展 小上海的荣井在国民政府迁台 中断两岸航线后光环不再 但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 还是热闹非凡 身教霸气地冲入水中 这冲水路 尹克王是布袋嘉义庙的尹王爷 在生日当天热情地冲到海中 迎接其他二十尊来做客的神明 至今这仍是当地祈求海上作业平安的重要仪式 中台湾在海边有大布袋 在山上则有条盘踞山头的大蜈蚣 这只蜈蚣就在南投埔里 每个人都会很开心地问说 你们这里是不是很多蜈蚣啊 就是看到我还是说 你长你长你们这很多艘工的 抓回来浸足了 我说你错了 我们这边的蜈蚣是山形命名的 它长得像蜈蚣 从山上往山下爬下来 所以那一座山轮就被埔里人称之为蜈蚣 那蜈蚣蚣的山脚下的聚落 就是蜈蚣聚落 另外在云家平的一带 因沙丘地形普遍 也衍生出许多轮字的地名 比如说轮背 轮喔 一个山字边一个轮 那个意思在台湾的意义上 就是小山丘 那里的小山丘都是沙丘而已 我们在沙丘就风吹久了 就跌击成一个小土堆嘛 越堆越高 所以就叫做山轮 所以在山轮的背后 的那个聚落叫做轮背 对照于轮背 在沙轮前面就叫轮前 而井陵轮背的二轮乡 地名也是源自两座大沙轮 农业发达的中台湾 连耕田的农具也留下地名 例如雷陶 在台中南屯有雷陶墙 彰化二林几大村也有雷陶墙 而云林土库地名 一说指的就是土气储存稻穀的仓库 至于彰化二水则是源于水墩 旧名十二八水 是十四邦引浊水溪灌溉的八宝墩源头 它是从凤山来到的我们彰化开墾 然后选择了这个引浊水溪的水源进来 开找这个八宝墩 就是我们后来讲的八宝一墩 那之后有肯户 它就开考了另外一条水墩 后来就是八宝二墩 所以刚好这两个水源都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 所以那个地方叫二八水 彰化还有个一看就知道与农业相关的地名 田中 田中原叫田中央 聚落在哪儿可想而知 彰化有很多地名叫田中 田中央 你看在清朝道光年间 道光榜的彰化限制里面就有五个田中这样子 田中央这样子的地名 他们认为说是在田的中央 去形成了一个接震的发展 田中就是有了这个八宝一准一准的灌溉 所以它的水源丰沛 而且加上它的土壤是非常回沃 不管是种中米 还是种我们的農地産品 都总是大丰收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辅舟 1898年 勿须大水灾灌溉凉田的浊水溪畔 哀鸿遍野 因上游艳瑟湖崩塌 洪水顺着清水溪灌入浊水溪 暴涨的水势造成二水田中 北斗等等汪洋一片 旧佐渉水溪的沿岸 灾害都非常严重 那这个灾害严重到什么程度就说 我们住的这些人 他的房子 人 生命 和他都做了都被被害了 我们的浊水灾灌溉 和这些灾头 这个沿线很多村落的地方 都有在拜什么 拜慧皇 慧皇为依 感受害心病 地恒修佛 鲜明敬畏大自然的力量 拜慧皇祈求平安无灾 另一个此区的特色 是村庄里树立的阿弥陀佛碑 那当地居民为了 能够保护他们村庄 所以事后都在他们村庄 水淹的地方都涉入阿弥陀佛碑 这个那是我们这个地区 非常特殊的一个 文化的一个调子 在这一场水患中 还诞生了北斗知名美食 霸丸 当时第一颗霸丸 正是用于绑灾民止饿的 生命当天降价有指示 就是说 把地瓜搓成铅 然后把铅磨成粉 然后加水煮成糊状 加入大头菜 让栽民来食用 对 然后再加一些酱油 简单的配料 18世纪大量移民涌入台湾 鱼米之乡的中台湾 是个族群比争之地 为了竞争资源或捍卫乡土 当然就要习武强生 其中武术最知名的就是西螺七坎 西螺地名源自平浦族翻舍 而西螺七坎范围涵盖云林轮贝 二轮与西螺是民间的武力联防组织 这个时代是没有政府状态 如果没有人组织 要来唱我们的土地 要来唱我们的水丸 那时时 每个人的政策都要有武冠 西螺一带尚武的精神 威名远播也造就了相关谚语 台湾生议经常说 你若狗乎狗乎狗就不若狗 因为狗狗人都有工夫 那些人很害怕 过来你若欠伯伯 我就给你割狗狗 欠伯伯 女孩子很胜 给你割狗狗 让人给你修理一下 而彰化秀水乡的陕西村 地名由来一说是源自 征程宫的陕西籍部将马信 另一说则是为了 闪避族群泄斗而迁徙他处 原来那个地名最原始 是因为可能两个村庄 有完家 完家有人为了要避开那个冲突 赶快跑到旁边去 我们不是讲说快闪 结果是闪到西边去 本来是闪电的闪 西边的西 这边是在山塞 避免族群冲突可以陕西 也可以和美或永静 期望和平共处 逃避就是章权卸斗的 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后来大家 说不可以再这样打下去了 以和为美 中华叫英政 为什么叫永静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打了 永远的平静 幸运之间族群冲突不断 而官民间也不时剑拔弩张 当时台湾人是三年一小反 五年一大乱 台湾在清帝国统治的阶段 211年当中 台湾人其实反抗性很强 那个民变大概有110次 几乎隔年反一次 所以台湾人是具有相当强烈的反抗精神 有他的移民奋勇的DNA 其中规模最大的民变 就是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 当时林爽文不满官员贪腐 欺压百姓 率众劫狱并杀害官兵 此举惊动了蜻蜓官府 也激起各地反清势力 那这个头洗下去了 你不洗得洗得不可以 所以他就反过来去打彰化城 那彰化是当时中部地区 最大的一个清朝政府的政府所在地 那军队也多 但是没想到万万没想到 林爽文所率领的这一些的乌合之众 竟然就很快速地把彰化县城 把它贡献下来 林爽文在彰化杀台湾之父孙锦穗 自称沈天王 在一路南下 目标是攻入台南府城 却在嘉义陷入泥脑 府城在台南 经过嘉义 然后这个反抗军 清朝是把它叫做叛军 但是反抗军就打到猪肉山的时候 猪肉山的人民起来对抗反抗军 谁最高兴 当然朝廷最高兴 我这些叛徒里面帮我打叛徒 你们一行可家 所以取名叫做嘉义 所以嘉义人等于就挡住了那个林爽文 没有办法攻进嘉义 当然就更没办法打进府城 不然如果打进府城 如果建国成功了 可能就叫爽文国了 然后就叫做Republic of Song 在此事件中 榆林的浦江伦因乡勇奋力抵抗 屡败林爽文军队 获赐包中二字 成为包中乡地名由来 林爽文虽是清廷眼中的逆贼 但在战后角色转变 曾经与他相关的地方 纷纷以他为名 例如老家台中大理 或退守整备的南投中疗 都有爽文 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 台湾人民就开始给他取名 例如说大理有一条路 叫做爽文路 也有一个爽文国中在那边 另外在忠廖 有爽文村 也有爽文国中 有定这地名就有高官地名 嘉义太保 指的并非当地的地痞流氓 而是朝廷高官 那个地方出了一个名人 王德路 是在清代的时候 做官做最高的一个 然后王德路后来被视为太子 少保 因为出了王德路的地方 纪念王德路 所以就叫太保 不是很多流氓的地方 王德路除了协助弥贫 林爽文明辩 还剿平大海道 蔡谦集团 终结朝廷心头大患 或封太子少保 太子太保 与太子太师等荣贤 郑成功也与中台湾地名息息相关 传说他率军行至草屯时 脱下的草鞋堆积如山 造就了南投草屯的旧地名 草鞋墩 而国姓乡也是源于他这位国姓爷 当初来到国姓的 应该是他儿子政经的一个部下 叫做刘国仙这个人 当他率领军队到达国姓这个区域的时候 就留下很多的地面 比如说他军队驻扎的地方 后来就称之为国姓铺 国姓是全台最大陆荣产地 每年三月产季比击败土地公 在村民眼中 当地的土地公除了是神界里长博 还兼职当陆审 那个是在一百多年前 他们村民原本想要盖一间土地公庙 但是且因为经费不足 突然间村子里面来了一头水路 那村民就认为说 这是不是上天派来给他们的一个帮助 就请示上天割下他的鹿荣来变卖 作为建庙的基金 半年来土地公庇佑鹿农平安丰收 水路养殖也成为国姓乡的重要经济产业 因农业 泄斗 民变造就了中台湾的特色地名 这些地名也如同持400年的历史佐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